这是一家非常有趣的餐厅 这家餐厅的厨师将精心制作的美食装入闪亮的胶囊 胶囊随即搜地穿过屋顶密布的管道 飞速抵达你的桌前 伴随着卡通一声 汉堡薯条突然出现在眼前 像炮弹一样被发射出去的气动传输 你知道原理吗 美国人则耗资上亿元将这些管道打造成了 鲑鱼大炮 帮助鲑鱼顺畅迁徙 鱼类通过这些管道迅速被传送过水坝或者是水闸 想要半路截湖的宗雄只能够干着急 一根管道一天之内可以传送多达五万条鱼 时速高达三十五公里 效率相当惊人 在医院里面这些管道摇歇一变 成为了高效的传递员 专门传递病理样本 垃圾处理系统 同样依赖这些管道 快速将垃圾送往处理中心 省去了繁琐的人力操作 它们为何如此神奇 利率就在于压强差 2021年因为工人在台湾省台中市 维修自来水管时 因为管道内外压强过大 不是被吸入了管道 酿成了严重的事故 然而压强差并不总是带来危险 它也能为我们带来便利 系统传输系统便是基于建议原理设计的 简单来说 当管道内的压力低于外界压力时 物体便会被吸入管道并向前推进 如同顺水推舟 其实气动传输系统的应用 早在200年前便悄然兴起 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黑科技 1799年 苏格兰发明家威廉·莫多克 林光架线提出了 气动传输系统的概念 他发明了一种 依靠蒸汽驱动的离心机 能够在管道内产生真空 形成气压差 从而推动中有物品的钢制物输棍 飞速前进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到50公里 1853年伦敦股票交易所迫切需要一个快速传递信息的系统 因为股票价格瞬息万变 一类人工送信总是慢了一排 这个时候气动传输管道应运而生 帮助交易所的电报公司 迅速将消息传递给客户 成为了当时最先进的传输方式之一 气动管道的出现不仅仅服务于证券市场 它在其他行业的应用也极为广泛 19世纪中期虽然电报普及 但电报公司依然面临着消息 无法及时送达客户的问题 而气动管道则成为了电报送达客户 最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 速度之快 堪称当时的闪送 到1909年 伦敦的气动管道总长度已经达到了64公里 而巴黎在1933年更是拥有了427公里的气动管道 这些管道完颜在城市地下 默默地为城市运转提供速度与便利 今天气动管道依旧存在 这段风驰电车的故事 依旧是科技史上不可获说的一部分